四康饼是种质地 喂饼干和面包间的小点心 刚烤完时素软香甜 是英式下午茶的必备制品 四康饼的读音在于国家中 一直争论不休 到底是读四控还是四控 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但无论读哪个 对我们来说味道好才是最重要的 四康饼制作简单 储存方便 抹上果酱和特制奶油后 绝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之一 首先要做准备工作 将面粉 白砂糖 泡打粉 还有少量盐混合在一起 筛一遍 把鸡蛋打入牛奶中 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在筛好的干性材料中 加入切成小块低温硬邦邦的黄油 用刮刀片或者干燥的双手 将材料混合成面包碎蟹状 诶 话重点了 想要做出酥脆四康饼的关键 就是搅拌过程 我们在做很多口感酥脆 有层次的饼干 酥皮 包括四康饼 用的都是切入法 就是将低温脂肪切入到面粉中 施脂肪保持可健壮 然后再倒入低温液体 揉合到一起 而想要成功切入 黄油就必须是硬的低温状态 所以一般专业厨房都会直接用到搅拌器 或者刮刀片将黄油切到面粉中 减少一切让黄油升温的因素 我们平时自己在家保持双手干净不出汗 把黄油快速揉到面粉里也是可以的 在面粉黄油的中间挖一个坑 倒入低温的牛奶和鸡蛋混合液的三分之二 轻微搅拌一下 然后分批地倒入余下的牛奶鸡蛋混合液 继续搅拌到面粉消失 混合物大致成一个面团状 之所以要分批的加液体 是与每个牌子的面粉质地都不一样 具体加多少 也根据自己的面团状态而定 只要面粉消失能成形就可以了 四康饼的面饼会偏黏稠 是正常现象不用担心 在干净的平面上撒上面粉 将面团取出 在面团上也稍稍撒上点面粉 一边旋转一边温柔地揉按 将其整理成面团状 刚才说了搅拌手法 现在来说说搅拌力度 为了保持面饼的酥脆 搅拌次数力道越小越好 千万不能粗暴的像揉面包的一样 对待这个柔软的面饼配 否则做出来就跟烧饼一样非常厚重 但同样如果搅拌的不到位 面粉颗粒和黄油块就很不均匀的 分布在这个成品中 造成质地不均匀 所以多练习啊 能揉到恰到好处 然后将面饼放在铺有烘焙用纸的烤盘上 在上方轻轻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入冰箱保鲜冷藏30分钟 面饼配只有在放置后 里面的面筋才会松弛 烤制时才能均匀地发起来 在这期间啊 就可以将烤箱预热到220摄氏度 面饼取出后 在塞用面粉的平面上 用擀面杖将其擀成厚度 约为2-2.5厘米的面饼 接下来用圆形或者其他形状的饼干模 将面饼切成一个个的小块 余下的面团可以继续把它揉成面饼 继续切割使用 但这样就会降低四坑饼的空气酥脆感 所以在第一次切的时候啊 就要尽量减少浪费 充分利用面饼上面的空间 将切好的四坑饼 整齐地放在铺有烘焙用纸的烤盘上 在表面刷上刚才剩下的牛奶鸡蛋混合液 这样在烤制完表面会更加金黄美观 小心不要刷到周围 否则会阻碍四坑饼在烤制时发起来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烤15-18分钟至金黄色 四坑饼要用高温进行烘焙 所以烤箱的中上方效果最佳 烤完后取出 待气不烫手就可以开吃了 刚刚烤好的四坑饼啊 口感是最好的 如果储存的话 在上方盖上一层干净的茶筋布 保持它的松软 吃前放在微波炉里面 热个20秒左右就可以了 我是胡小妹 每周为您带来专业有趣的美食教程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